兩個人還好 離公司人員忙進忙出 仔細確認余彥琦臨堂擺設規劃 預計二車號佈置完畢 隔天開放吊念 余彥琦一照是余天 李亞萍凌晨強忍傷痛 選了愛女當年原歌手夢 所拍的宣傳照 照片她長髮飄逸活力動感 熱愛唱歌的余彥琦 十年前出道 在舞台上展現自信 琴袍秀場演唱 還被稱為秀場小天后 近期還打算要出單曲 如今卻已無法實現 不好意思啊 我可以就是聊一下那個病話 在病床旁守候的余彥琦老公 22號上午首度發文 貼出最後緊握妻子手的照片 心痛協下 謝謝對方這幾年的陪伴 交代的事情會去完成 也會好好照顧小孩 希望余彥琦沒有牽掛的離開 真的好愛好愛好愛她 余家大姐余小平 PO出多張合照 寫下最善良可愛的妹妹 謝謝人受任性的姐姐39年 弟弟余祥全也發文 表示真的很捨不得 很多事情還沒有一起做 而前幾天余彥琦跟她說 要好好照顧好兩個小孩 及爸爸媽媽 她一定會做到的 最後說 下輩子一定還要當一家人 自立行間滿是失去 置信的悲痛 令外界看了筆酸 TV別的新聞 楊心潑洪亭SNG小組台報導 不要再哭了 你哭了 我 我兩個哭了 拜託你不要哭了 好不好 放下放下吧 好不好 我們已經跟她喊了多少次了 立阿萍啜氣說不出話 僅僅牽著余天的手 但余天忍不住放聲大哭 夫妻倆遭逢喪女之痛 白髮人送黑髮人 余天強忍悲傷 跟大家說明女兒於願其後事 剛帶走了 那他們的 平背的人送她過去 我們就不便過去了 明天 明天可能才能整理好 余彥琦遺體 二十一號晚間 從醫院運往余儀館 後續交由禮儀公司處理 姐姐余小平 弟弟余祥全 以及余彥琦丈夫 都在一旁協助 全程護送 至於余彥琦最後 有沒有交代什麼話 爸爸余天回想起來 一開口 就哽咽 我們這兩天 她已經話都講不出來 尤其今天根本就 不能講話了 她前幾天有錄了一個影 擔心了還是小孩 還是小孩 余天和李雅萍互相搗扶 藝人好友紀寶如 陪著兩人 走出醫院這段路 他們的眼淚沒停過 哭著坐上車 由於余天是新任民進黨立委 行政院長蘇貞昌 也對余彥琦病逝表達哀悼 我特別請他 一定要保重 亞萍也要保重 我們知道做父母 碰到這樣的情形是最難過的 各界不捨余彥琦 演藝圈好友也很悲痛 小兒子在臉書發文 用全黑背景寫下願你在天堂 沒有痛苦只有喜樂 另外台語金曲歌王 許富凱也PO出和余彥琦合照 說她帶給大家滿滿陽光 老天真的太不公平 把這麼好的你帶走 而同為愛友的藝人朱欣怡也說 余彥琦是多偉大的媽媽 而且是勇敢的天使 希望她無病無痛 無憂無慮飛翔 TBN新聞綜合報導 余天的女兒藝人余彥琦 看來八年之後人不敌病魔 只是她生前與母親和弟弟上節目時 就被家人爆料 非常注重養生 喜愛運動 又喜歡吃蔬果 愛吃香蕉巴樂 甚至一天可以吃下八顆蘋果 怎麼還會跟癌症扯上扁 養生餐當然是很好 尤其是這種有營養式調配過的養生餐 對身體當然是很好 但是我不能用養生餐 說我吃養生餐我就可以預防大腸癌 余彥琦在31歲那年 診斷出離患直腸癌還是第三期 醫生就解釋 大腸直腸癌有逐年年輕化趨勢 與家族遺傳很有關係 一般大腸癌發生在50歲以上成人 但近年有10%的患者發生在50歲以下 男性又大於女性 這些年輕患者當中有25%有家族史 也就是就算不淹不久沒有不正常的生活習慣 甚至已經注意飲食還是要留意 大約3000個案例裡面 我們發現小於50歲的受檢者 大約有四分之一的人就有大腸息肉的問題 如果這個息肉大於一公分 我們還不理他 還一直放著不理他的話 可能在5到10年之間就會演變成大腸癌 醫生診斷出的個案當中 最年輕的是28歲男性有家族史 醫生提醒如果家人有類似狀況 建議少攝取高鹽高油脂食物 少吃醃製燒烤 多補充蔬菜水果 還要多喝水 一旦出現排便異常 血便超過兩週以上 及早做檢查 別等身體亮了紅燈 才去找醫生 錯過黃金治療時間